百岁老人死而复生 醒来后声称是自己去世的丈夫 将他从鬼门关推了出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人的身上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在湖南诸州县有这样一个传闻 当地有一位百岁老人 被人们称为是活神仙 原因就是在老人的身上 发生了一件怪事 老人名叫张选道 出生于1912年 当地人都叫他张老太 百岁老人不多见 所以在当地张老太算是个名人 但张老太的出名 除了年纪外还有身体 别看老人一大把年纪 那身体可是硬朗得很 平常的生活起居都是自己打理 而老人之所以被当地人称是活神仙 源于一年冬天发生的怪事 俗话说 人有旦夕或福 月有阴晴云均 虽然张老太平时身体都很硬朗 但那年冬天刚刚入冬 老人的身体就出现了明显变化 先是咳谈咳不出 一开始 老人的儿子以为是天气太冷 老太太得了感冒 可没想到 这一症状持续了两个多月 情况不但不见好转 反而一天比一天糟糕 最后竟一病不及 经过再三考虑 老人的儿子将自己的小姨接了过来 一是小姨是母亲的亲妹妹 平时帮忙照顾一下 自己也放心 二来呢 当地有个习俗 老人过世前 判断孩子是否孝顺 那得娘家人说话 言外之意 张老太的儿子 在考虑为母亲准备后事 果然没过几天 在张老太的身上就出现了异常 一天晚上八点 老人莫名其妙的开始 掀被子说胡话 而且脸上也变得煞白 没有一点血色 张老太的儿子担心 母亲可能快不行了 他也顾不上伤心 心想得赶快准备后事 而就在他起身要走的一瞬间 他发现老人竟然在掐手指 据张老太的儿子说 掐手指是人在将死时 在计算自己的时辰 一个普通人 怎么能知道自己死亡的准确时间呢 这是发生在张老太身上的第一件怪事 老人的儿子看到母亲 掐手指也没有多想 之后便走出房门 只留下了小姨守在床边 可当她走出去没多远 就听到小姨大喊起来 原因是张老太对自己的妹妹说 自己要去走人家 这里的走人家是死的意思 掐完手指算完时辰 此时的张老太也不太说胡话了 而是清楚地告诉自己的妹妹 她要死了 看到这里 可能有朋友说 这有什么袭击的 人在病重时也会说出这样的话 但这并不表示真的会死 这个问题我们姑且先不说 我们先来讲第三件怪事 看着眼前的情景 老人的儿子赶忙通知了家里人 张老太看着孩子们都守在床边 之后便开始交代后事 他说 我死后不做道场 不擦身体 多买一头猪仔了 让来奔丧的人都吃好喝好 随后 老人把被子一掀 大喊一声 大富大贵 然后掐着时间 就闭上了眼睛 张老太的儿子不相信 母亲的死会这么突然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确认母亲的生死 可当他一摸老人的脉搏 没了心跳 眼泪夺眶而出 之后 家人便开始操办老人的后事 根据当地的习俗 人去世后 该走的流程 一个也没有落下 可就在遗体入关时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了 老人竟然睁开了眼睛 虽说这是自己的母亲 可看到这一幕 张老太的儿子 还是吓了一跳 明明没了心跳 没了呼吸 已经死了的人 怎么突然睁开眼了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很快 发生在张老太身上的怪事 就传了开来 有人说 这是回光反照 所谓回光反照 在医学上是指 在某种特定的时刻 人的肾上线 会分泌一种应急激素 使人的心脏兴奋 血管收缩 血压升高 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就像蜡烛一样 在它熄灭之前 会有一个最亮的瞬间 但这始终无法改变 死亡的事实 那么 张老太突然睁开眼 难道 真是回光反照吗 家人都围在张老太的床边 但很快 老人又闭上了眼 这次闭眼后 过了好一会儿 都没见动静 于是 人们准备将遗体入关 可这时 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张老太再次睁开了眼 并且还将兽背 给掀开了 老人的儿子震惊之余 他也确信 母亲这不是回光反照 而是真的活过来了 因为此时的张老太 不仅眼睛变得有神 而且脉搏 也恢复了正常 这真是让人大跌眼睛 不仅如此 老人从之前的卧床不起 一下变得生龙活虎 玩起麻将 一点都不含糊 整个像没事人一样 种种现象 让张老太 在当地成了活神仙 他的所谓的死亡 并不是真死 而是脱胎换骨的再成仙 人真的会成仙吗 当然不会 那么发生在张老太身上的事情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他为何会死而复生呢 在老人的身上 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为了搞清楚其中的真相 专家来到了张老太家 据老人讲述 自己在死的时候 是他去世的丈夫 将他从鬼门关退了出来 这听起来挺玄乎的 但世上没有鬼魂 因此鬼神说被推翻 那么老人这次诡异的死亡背后 真相究竟是什么 针对这一现象 张老太的儿子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母亲之所以能死而复生 是因为老人自身有极强的生命力 他认为自己还不能死 再加上亲人的呼唤 这才唤醒了他内心对生命的渴望 但这种说法显然有些荒诞 如果简单地凭借自己的意志 再加上亲人的呼唤 就能起死回生 那想必如今的世界 就不是我们看到的这样 那么发生在张老太身上的诡异现象 应该怎么科学解释呢 为了弄清楚其中的原委 张老太的家人 带着他来到了当地医院 决定做一个全身体检 那么这次体检 能揭开其中的真相吗 一番检查之后 医生表示老人的身体确实不错 除了有高血压之外 整个身体状况 怎么看都不像是百岁老人 但是呢 也没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 这就奇怪了 张老太身上的一系列事情 到底该怎么解释呢 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释 有一件事 让人们找到思路 在广西吴州 有一位名叫昆蓝的妇女 根据当地的习俗 这天傍晚 她来到一座坟前 给刚去世三天的丈夫送行 可万万没想到 她正伤心哭泣时 坟墓里竟然传出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于是 她立马跑回村子找人帮忙 结果 把棺材打开一看 她丈夫没死 竟支撑着坐了起来 昆蓝的丈夫 金石有很严重的糖尿病 针对金石起死回生的现象 医生分析认为 她当时可能由于病情加重 出现了深度昏迷 而她的家人误判 认为她已经过世 金石的家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 是因为当时她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 手脚也开始僵硬 金石的情况和张老太的非常相似 这在医学上称为假死 用一般方法查不出 假死是指人的生命特征 如呼吸 心跳 血压 脉搏等极其微弱 处于似乎已经死亡 但其实还活着的状态 如果不仔细检查 很容易被误认为已经死亡 看到这里 可能有人疑惑 既然是假死 那么他们为何在没有任何急救的情况下 能够自己醒来呢 假死是脑血液缺氧的结果 而张老太家人给其盖兽被保暖 以及他们的大声痛哭 无意中起到了抢救的效果 这些就是百岁老人死而复生的真相 世上本就不存在什么起死回生之说 更没有张老太口中所说的亲人保佑 鬼神之说都是以讹传讹 假死才是百岁老人起死回生的真相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欢迎给我们留言点赞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